小的时候就是在一个部队大院 就是我父亲是一个军人 当时呢是在北京的一个叫海军大院的地方 大概长到十一岁的时候 随着父母又去了中国的河北省 然后呢童年记忆就是父亲总是在逼我画画 因为一直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因为家长的逼迫嘛 所以就一直在一种被逼迫的状态下 在每天的画一张画 每天画一张 然后后来慢慢慢慢的 因为开始是逼迫嘛 没有什么兴趣 后来慢慢的就是画着画着 自己对这个东西也有兴趣了 后来就一直在坚持画 不管是中学 后来到下乡 然后后来到大学 考到大学 就一直在在做这个事儿 就是但是基本上到最后呢是可以说是自己喜欢在做这个喜欢做的事情 对就这样 我是2003年去的这个798 当时因为那是一个废弃的一个工厂 它的厂房很高 环境比较适合做工作室 因为当时一看那么高的厂房 而中间还有天窗 就觉得很是我理想要的这样一个空间 实际上当时就是看好了特别喜欢这个房子 所以就去了 然后周围又聚集了很多艺术家 大家都可以互相交流 所以就是慢慢的这个艺术区就形成了 因为在大学学习的时候 基本上也是学的古典 然后我们那会看的一些大师的作品 包括印刷品也都是古典的 所以就养成了一个就对古典这种绘画 有很重的一种情节 后来又到一些国外的这种博物馆 看很多大师的原作的作品 所以非常喜欢 所以就把它这种古典的这种方式 就用到自己的这个作品里来 我觉得这样做很自然 也是没有特别牵强的这种感觉 都非常自然地就做出来 刚才我说了就是主要还是我这种古典情节比较重一点 所以我想表达这个刚才我说的那个主题 用古典的方式比较合适一点 而且我也比较喜欢这种形式 包括这种体量感光感还有这种颜色 而且把它放在这种天空当中这样的一种环境里 对 都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种形式 因为我的教育背景也是古典的偏重一点 古典情节 所以就是我一直想把这种东西做得更有意思 古典风格浓一点 对 是我要的东西 从技术层面来讲 可能就是需要把很多的 不管是画面的这些动物 花卉 人物要组合在一起 当然这个是难度是有一些的 因为是一些完全凭空的一种感觉 它没有一个实物参照 所以这个就是从技术层面讲 就是把它组合到一块 要考虑到它的构图 构成 包括色彩 光线 需要去组合 这个难度比较大一点 对 其他的方面没有太大的阻力 对 主要是近些年 尤其是中国的这种改革开放以来 人们的一种生活态度 包括对物质的这种过多的贪婪的追求 欲望的膨胀 包括无底线的一种对欲望的渴求 所以我对这种社会现象有一种感受 因为也有十几年的这种感受的积累 所以到发展到这种天堂的系列 也是一个很自然的形成 说是有对社会有一种批判意义 可能也有一种 更多的是一种表达的一种完善 对 是这样的 主题 主要还是我对社会表面表层的一些体会吧 对 因为我刚才说 原来也说过这个 因为有权力 有非权力 有被控制跟被控制 有视力跟无视力的 对 我想把它都变成一种平等的状态 对 所以我的理念就在于 大家都有欲望 但是又在一种平等状态下的 一种合理的生存 我想要是这样一种状态 对 这种状态下的状态下的状态 对 这种状态下的状态下的状态 对 这种状态下的状态下的状态下的状态 对 这种状态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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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